这个风哥我是他的粉丝 当然我粉的时间也不是很长 说实话我不是很了解 听到这个风哥和一个叫奶牛波比的一个PK 我们可以听他30多分钟的 30分钟22秒 我们可以听一点点的 因为我也没听完 我就听了开头一点点 我们听一分钟吧 首先你没资格去做这个评论 我没有评论 我的东西都是做一些常识 我都是做一些常识 我没有评论 我的微博都是常识 说的问题都是常识 没有聊任何政策 说千篇我扣帽子 就跟政府都没关系 那我问你 你知不知道 秦刚他所在的这个位置 你这这这我给你放下了 这这这这我知道 这不用你说 我给你放下 OK OK OK那咱不聊这个 咱不聊这个 你先别放 你换一个普通人说 OK OK就说就说这个事 你不知道他所在的那个环境周围是什么样的 好不听了 再听我这个节目也做不过去了 我就45秒 风哥其实我挺喜欢这个风哥的 但是他和这些个人 恋战是胜不了的 就是你你比如说你那个比赛竞技 我们说要PK一种逻辑 一种理性 他有专门理性和逻辑的这种 这个背景 舞台或者内台 我们要PK感情 比如说 咱俩这个 练谁道德更好 我觉得好像也没有这种舞台 我们就假设有这样的舞台 他得有一个那种 情感的那种背景 其实情感那个背景就太混乱了 这个背景它就不存在嘛 不存在就好像秦可以灭六国 是必定可以灭六国的 不是所谓的越到近代越文明那个逻辑啊 我们还是说和背景有关系 因此这个反而现实 它是秦必定要灭六国的 但是越为如此啊 这个和秦决斗的人越值得尊重 什么叫荣感 荣感就是明知不可为 还要偏为之 说守到秦来 说我胜券在握 那不叫荣感 是吧 那是一种叫理性经济人 是吧 他觉得这个事他必定赚 明显风哥现在的有点疯狂 是吧 不是个经济理性人 是一种宗教级别的行动 这样发展下去啊 我觉得风哥要不就是掩旗息鼓的这个打算了 真的就是想去登山了 不问世事 你问你也问不了了 要不就是想要不就是想认了 已经做好这两者的准备 拼他这个大脑袋瓜子 我觉得这些个肯定他有他的安排 也许这些个安排都有 也许这些个安排之外他还更多 为什么干不过这个奶牛颇比呢 就是这个舞台是非常重要的 我刚才叙述这些东西非常重要 野蛮一定要战胜文明 这是必言的了 必定的了 虽然我们这个感情上 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不喜欢 但是现实是如此 实然是如此 硬然我们不喜欢 他后面好多的话都是陷阱 都是坑 这个家伙 奶牛颇比这个家伙比司马南 我就听了这么几句 我觉得在司马南之商 这么年轻 司马南都七十来岁了 练的现在的功力 这个兄弟恐怕不用到三十岁就功力 我听到他感觉有点像王自如那水平 你看我听的这么短 但是王自如我也不是非常的了解 还说王自如的那种 那个头脑和那个什么样的东西 比如说他一张口就阶级 阶级是个什么东西 是吧 我们这个还是要讲应然和实然 说我们这个社会应然 就是应该不要谈阶级 什么你有资格他没资格 我天哪 你还敢这样讲话 你不犯大不韦吗 可是问题是你们还博不倒他 因为实际就如此 就是第一个问题 就是他上来就对人那个进行所谓的分奴隶主 奴隶的奴隶这样的一个阶级分化 后面一个就抬出一个巨大无比的名字出来 我的天 那是诈人的东西那个是 是吧 所以说你看他这个视频 我后面都不敢听了 好像后面我一开始听了一点 就是他就要搞意识形态的东西 就是搞动机论 风哥你这个是什么动机 这个世俗社会尽量不要搞动机 除非那俩都是和尚 是吧 PK道德 PK良心 在那里PK动机 我动机怎么样 我动机要救 这个风哥就是要救全中国人 奶牛婆比 我动机就是救地球人 等一会他要救所谓的火星人 就是搞这个东西 搞这个诛心 搞动机 还有很多槽点 我一夜没睡觉了 现在是8点54分 有点忘了是吧 反正我也听这个奶牛婆比 一开口我就觉得必败 我是不敢和他对话 是吧 因为他 但是风哥比较厉害 他敢是吧 我是不行 太不行了 我也听到这样 我就落航二桃喊大哥 摇我 摇命 你说的都对 我听你的 你要怎么干就怎么干 好 我要做一个总结 就是奶牛婆比这样的朋友们 他和我做另外一个 关于司马南先生 他们这样的人 类似 你看这个二次元小破站 他们有一些个人 非常的 其实二次元小破站 它风格就是日系的 很多小朋友们 他就特别的 不喜欢日本 反日 但是他们很喜欢 这个二次元小站 你看这不精神分裂吗 所以精神病的 按照周教授 任大 他社会学 他不是精神病学家 他讲的有60%是浅度精神病 40%是深度精神病 那个精神病怎么评判 精神病评判需要非常非常耗时的 一个德国留学会来的博士的 成为教授的 他得跟这个病人陪伴一年 你这一年他追什么 说10万块钱 一年以后他才评价 说你处于分裂状 其实分裂状就是精神病的开始了 但是他最后还有一句话 因为心理学讲的是逻辑 他最后有一个感情封顶 他说 哎呀 你要信上帝 基督徒就讲 说这些个病症 这是对你最后的防御 挽救你生命 造物主吃给你的这些个东西 你喜欢你的这个精神病状态吗 这个不能展开这个话题太多了 也就是说 是不是精神病 要一年的陪伴 要分析 你能不能分析幻觉和现实 奶牛颇比分不清楚真实和幻觉 你这个风哥 你是个正常人 你跟他怎么PK呀 是吧 风哥是个爱之求真的人 就愿意跟别人训练头脑 他希望受益 不行的 他是个精神病 他始终挑动你的 所谓的感情这一遍的东西 他不是在跟你进行 所谓的智性的博弈呀 是吧 你得多厉害风哥呀 是吧 我不太了解风哥呀 你可以用正常人的 用信仰抗住这种精神病人 对你的这个一次次的冲击 我不行 我不行啊 破比千万别看我的视频啊 奶牛破比 太牛逼了 好 我们再说 包括连很多人 包括司马先生 包括这个奶牛破比 他们可能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 就是分不清 这个虚幻和真实 同时在他们的这个价值观里面 他们他们真心的热爱善良 热爱这个正义 热爱白 讨厌黑 讨厌邪恶 可是那个东西可能被他认知反了朋友们 善恶的这个标准没有统一的 是吧 真的是有两级的 有人就把恶当成善 有人就把黑当成白 他是真诚的当 他不是说 我就要做坏人 我就要把他不是 他也觉得他是好人朋友们 能理解吗 精神分裂吗 他是真诚的荣抱这个东西 就是跟家庭和从小的 以及长大 以及目前的这个好多的背景有关系 比如说性的不洁 就是性行为可能有 在他们有一块感受是不洁的 是邪恶的那个东西 一直联系到父母是邪恶的 因为性行为父母 性行为邪恶 父母邪恶 我的生命 它是直接有链接的吗 因为父母打人嘛 暴力嘛 是吧 就家暴嘛 我别这种烫粪了 是吧 我挺喜欢粪歌的 所以说我有点 一夜没睡了 我就看他的东西 是吧 这种家暴呢 让孩子呢 很难接受父母传承了我这个生命 当然按照基督教 我不是基督徒 我们还有基督 基督教的想法 就生命所赐是上帝 不是父母 所以基督教对这些东西 看法是很重要的 是吧 当然没有基督教的资源 就认为父母是赐我的生命 但是他性生活又是不洁 这些很多很复杂 就是我这一句话 得用多少思想去支撑这一句话 去分析去理解这句话 我就出之大业的讲一讲 就是很多的东西 他无法解释 一直到自己的生命是脏的 一直到有一天 他看到有一个东西 维护歌颂强者 他才能可以接受这个链条 因为父母家暴 社会环境家暴他 他总想抛开这个东西 又抛不开 是吧 抛开生命链条就断裂 哪有拿不起来 可有一个这个强者歌颂了 他就死死拿这个东西 你要破坏这个链条 就是摧毁他信仰 摧毁他信仰就杀你 没黑没白 睡不着觉 做噩梦醒了就是这风格 是吧 因为风格想给他们摧毁这个东西 二次元的小朋友们 他们生活在这种日系的风格的APP里面 软件里面 但是他们不太喜欢日本 他们又喜欢天海游戏 天海游戏是个什么角色 我们看那个女王的教室就知道 天海游戏真实的生活也是有点独身 好像是有点对男性 不是很看得起 天海游戏女王教室 就是到一个学校里去任教 家长校长学生们都很紧张的 家长听课 其他课的老师 都听这个叫女王的教室来上课 因为据说她能力非常强 就是争议很大 然后学生们也都很紧张 说老师提问题就交流 说学生有什么问题可以问问 老师听说你在上个学校 把那个学生逼得跳楼了 老师说 将来走到社会上这么严苛的社会环境 我们现在在老师爱的帮助下 呵护着你来锤炼你 你不将来很好的可以抗击社会的催打吗 以此类似的逻辑的语言 校长 家长 学生们都部长 讲的这好 这好 我跟你说这套东西 在漂亮的国肯定是 不可以说99%骂他 最后还有50%骂死他 我说因此我不太喜欢 日本国的好多东西 当然你要说不喜欢 只是说他一部分 比如说他单纯 他民族纯一 我喜欢这种杂种国家 还有其他还有很多优秀的 要说这个世界上有一百个国家 你说最喜欢十个国家 有没有日本 我觉得可能得有日本 是吧 但是不是我最喜欢的国家 这里面就是原因之一 就是有这些东西 在骗人国这种思想很露叉的 肯定是不能站住脚的 这个女王的教室 我做了一些节目批判这个天海游戏 我说不这暴力吗 就赞美暴力 歌颂暴力吗 然后这些小朋友就蜂拥而上 就是我说的那些个 在家庭里受暴力 在社会里受暴力 对性认识错乱 生命来源认识错乱 对父母的位置无法摆放的 这些个朋友们 他们终于在天海游戏上看到 他们存在的正义的意义 正义的价值 正义的根由 原来我们不是废物 原来我们不是肮脏的 原来我们不是被设议墙的应该 是在天海游戏的 这个思想系统里 找到了依存 所以说你要说 要给他们摧毁这个链条 他就完了 他就生命没有依靠了 风格 这是很关键的 你怜悯他们 也别老摧毁他们 准备好认吧 认出去就好了 你认出去 你到了偏乱国也会 你说什么也会有50%人反对你的 这个我觉得风格没有问题 对这个问题 他这个人还是有一点 那种啊 为百姓立命 为天地立心 为网上积决些 他有点那个东西 挺让人赞叹 我要是他的亲属朋友 我就劝他运 是吧 我要是离他很远的 需要他帮助我 你别运啊 你先帮我呀 我今天看他的节目 我发现还有一期 等一会还要做他一期节目 就是又有一个人 谈那个 药警 那个问题 我要做 我要蹭风格的流量 现在 不就是个坑吗 是吧 风格这么大的身价 都可以上坑里跳 我们这样子的小白 是吧 就看那个说 什么说那个美帝研究的杀人疯啊 太厉害了 说这么大的杀人疯 哎呀 说真的是可怕 我说我们就不怕 这我们这条命 连那杀人疯的 那个钱都不值 我们怕什么呀 还呀 我们天坑 好 逻辑打乱点吗 小编哥大哥 我好过一点嘛 就是这个受家暴的小孩 包括连 有可能啊 有可能包括连那个司马南 这样七十多岁的老兄弟 都走不出来 真的他们是受害者 是可怜人 不要过于仇恨他们 我也希望有一天 这个司马南大哥 看到我这个视频以后呢 就痛哭流涕 痛感前飞 我觉得他比较难 他没有那个 胡锡进胡大哥 胡大哥他都不用看我这个东西 他就可以痛开前飞 因为他 胡大哥脑子里 把这个东西拎得清 只是外部环境 让他如此 他无得选择 那是个大智慧啊 朋友们 妥协有的时候是大智慧啊 我觉得胡锡进 大家有点看清他了 他可能有这个智慧 就好像石铁生说的 你不要吹牛 历史转机就是一瞬间 是吧 他就是个大英雄 一转给转了个大汉奸 是吧 大叛徒 大坏蛋 就是那么一一一一 像纸一样薄的那个东西 一转而已 所以说有的时候 人的命运 就是被这种时局佐弄 是吧 有一天也许大哥 胡大哥 是吧 会让你们很很惊叹的 说胡大哥 你原来还这么好 所以胡大哥和 斯马南大哥有区别 斯马南大哥有点笨 看着他挺聪明 他是挺笨的 是吧 和胡大哥差多少的水平 胡大哥是在我头顶之上 是吧 斯马大哥在我脚地板之下 我是个初二农民工 学历才初二的 他水平就差这么多 有可能啊 也许我这位 睡眠太少 也错乱了有一点 所以说 丰哥也能战胜得了 这样的人吗 是吧 但是我觉得你挺勇敢的 民主党战胜不了 还是接着善 很多很多的朋友 都是处于这种状态 暴力的受害者 我也真希望这样的朋友 能尽快地走出来 像奶牛泼比啊 像这个司马先生啊 都处于这种状态 那么作为像我这样的人 像这个更厉害的 像风哥这样的人 不能成为他们的养料 是吧 我们我们愿意和 他们的对对对对面的 那些个朋友 要自觉自省的人 我们心甘情愿成为 他们的养料 但是我们不能成为 奶牛哥比和 司马南大哥的养料 好 风哥 厉害啊 做了20分钟 节目谢谢你嘛 谢谢你 挺好的 我爱风哥 爱你哟